我们现在是在排Winter Wonderland的队 然后好多人 我们进来了 Winter Wonderland是 海德公园每年的正教教年馆 今年因为疫情,有一年没有开 以前每年都会来的 今年来的情况跟以前不太一样 今年充满了金钱的味道 因为去年没有开 所以今年都...有人把Lucy的包包撞掉了 去年没有开,今年就好多项目得预约,得提前订票 而且那些就是你像装娃娃呀那些用B都比以前要贵一些了 今年的Winter Wonderland因为需要在网上提前订票 所以我们一进园区就赶往了The Magical Ice Kingdom 殊不知啊,这正是一切错误的开始 The Magical Ice Kingdom是一个大型的冰雕展 里面的冰雕做工细腻,形象生动,而且十分具有故事性 不光只是展览,在里面你也可以亲自上手触摸这些冰块 冰滑梯,大小接引 还有这些冰冻在冰庄里的玫瑰花可以打个卡 还有冰王座,这是谁家的公主殿下呀 然而... 然而在里面真的是太冷了 我转出来之后整个人都痘透了 我往年五投二中的皮卡丘今年因为手动僵了全部投歪 我和Lucy全当来逛街了 不过德国大烤厂还是必须打卡的 Chelibeef是我永远的爱 同样爱吃的小伙伴们点个赞让我知道下巴 还是有什么其他的更好吃的可以评论区见呢 今天的完美试措路线就是这样 第一站一定不要进冰库 出来之后发现了传说中的Afternoon Tea Box 等我坐上了就拍给大家看 被Lucy领到Hiros取暖去了 下期见喽